大家好 我是主 其實我來了第三次 其實當中我都有一些很深的學習 當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其實我的心就覺得 其實我平時應該都很喜樂 因為我都很主動、很活力、救的人 但是當我去敬拜的時候 我發現自己是比較含蓄一點 所以當我去敬拜的時候 會好像很保守那樣 不願意開放 好像自己禁住自己 制止自己笑得那麼開心 好像小朋友那樣笑 OK你啦 讓我保持中立 我都是很自然的 又不是會很辛苦 但是當有一堂講起落的靈的時候 我發覺我裡面不自由了 那我會覺得 為什麼我裡面震了出來呢 我會覺得很少難釋放我自己 那種喜樂的感受呢 那我就會學習 那當我聽了葉牧師的教導的時候 還有我很刻意地去看的講義 比如說得性五步曲 那我就看了一些的招戀性 看我自己在處理生命裡面 有些什麼可以幫助自己呢 能夠喜樂一點的 那當我每個禮拜去調色的時候 發現呢 其實在神的話語裡面 我怎樣去融入在神的愛呢 其實講口理性的 但是真正去經歷 或者自己去嘗試去滲入在神的愛的時候 我發覺現在是很自然的 沒有一個好像很靈異的感覺 只是我想去享受神的愛在我當中 在我當中我就平安了 那自自然而然呢 我會覺得我克服了恐懼 那還有呢 我當我去背經文的時候 發覺經文第一次講 密然愛我的時候 過不了自己 那所以我都跟自己的組員分享 其實我也有難處 我以為可以 但是原來在裡面呢 在經驗告訴我們 我知道神是愛我 但是原來我實際 和神的那個距離呢 是有點隔了的 但是我很想把那個沙 或者是左隔呢 挪開 當我再背這句的時候 我每一次就問自己 明不明白這個意思呀 神說是 不是你做了些什麼 是物言 祂時時在我周圍圍繞我 祝福我 那我就覺得我很安心了 我覺得 為何不可以去背仲呢 為何不可以記住神的話語 在我心裏面 愛神呢 為何不可以去表達 我們對神的愛呢 那我就嘗試自己多些 在經文句裏面 逐句逐句去探討 神你是不是就是這樣對我說呢 那我發覺我的經歷呢 是慢慢滲透多些 滲透多些 覺得神的愛呢 好像濃烈一些 來得比較自然一些 還有 原來背金句的時候呢 我有障礙的時候 是可以明亮我自己 你對聖經對神的認識 究竟 是不是真實 在自己的生活裡面 活得出來 原來我不行的時候 我願意去認罪 我願意去討告 我願意去改進的時候 神呢 好像呢 把這個背金句 嘻嘻 就會記得到 阿神啊 原來你在我前後遺掩我 在我身上 按手就搞定了 那我好像呢 已經不是 是做一個很理性的去背仲了 已經是在生命裡面 覺得這個就是應許了 這個是事實 所以在敬拜的裡面 我覺得每一次來的時候 再不是戴一個包袱 或者是人家告訴我 應該要怎樣做 而是我是享受在神的話語當中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可以在神的話語裡面 繼續去活在神的愛當中 那我祝福大家 在神的手裡 學會長的裡 讓我看你 在神的音樂